和平的终结 人不但受到实物的滋扰 还会受到对事物所形成的观念所滋扰 以死亡一事为例子 死亡本身并不可怕 恐怖只是存在我们的脑海中 坚持于痛苦的真体 似乎会使脑筋不健全 它不能够面对事实 但是它却有刺破人生是乐 这一个幻觉的作用 爱生命的欲望 使人对死亡产生不自然 和不健全的恐怖 它造成忧屈 使人不敢建议勇为 使人在恐怖中生活 令人惧怕一些疾病 或者意外地夺走 它们毫不足度的小生命 后来得知死亡是难免的 就产生了不合理的恐惧 渴望自己的灵魂能够上天堂 在这些害怕和希望的浪潮里面 没有人能够得到欢乐 我们很难去歧视 或者漠视这些自我保护本能的表现 但是确有一个可靠的办法来克服它 这个办法就是忙却小我 而去服务人群 将对自己的爱 转为对大众的爱 当你忙于帮助别人 将使你忙却那些 颓堂自私的前绑 欲望 傲慢 同自以为是的错觉 每个人都想 当他完成一生的任务的时候 能够好好地死去 但是有几多个人 能够将这件事情 准备妥当呢 有几多个人 对家庭 亲戚 朋友 社会 国家 和宗教 已经完成了英俊的任务呢 如果人死的时候 对这些任务都没有完成到 那当然 难以希望能够安长地 散手离开这个世界了 很多人怕死私 但是活生生的身体 比死私更有危险性 有更多的人 是被活生生的身体 击败和恐吓 而不是被死私难倒的 如果你没有履行你的义务 就离开这个世界 那你的诞生 于人世并没有带来益处 所以人应该履行 在世间的义务 而勇敢和安长地面对死亡 如此总有一日 你能够驱逐无死的条件 而得到永恒的安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